传说中,这片水域下面埋藏着明末达西军领袖张献忠沉下的许多金银珠宝 当地民间还有一首神秘的童谣 石牛对石骨,金银,万万物,谁人石得破,买进成都府 而几年前的一次考古发现,让传说变成了确切的事实 大家好,我是梦游得水 这里是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镇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探寻张献忠江口陈寅的遗址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崇祯三年,也就是公元1630年 在米址参加农民起义,号称八大王 公元1644年,张献忠攻破成都 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但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京的清军展开了恶战 1646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冲凤凰凰山与清军战斗时被剑射死 张献忠死了,他的起义军后来也都被清朝剿灭 而张献忠拒敛的财宝去向却成了谜 这个谜的谜底是否就在江口镇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江口镇的这条街道有年代了 很多房屋显得破败而冷清,街上也没有几个人 靠明江一侧有的地方被围起来了 应该是进行过遗址发掘的地方对其进行保护 民间传说,明末庆出张献忠兵败四川 曾经江口沉淫 鼠臂和彭扇县制记载 张献忠在江口战败,船被烧沉 金银随船沉入河中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打改的过程可能是 当时张献忠部队从水陆出船时 由于银量太多,木船载不下 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甲草 把金银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 打算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 但后来部队遭到阻击 江船阻塞江道 所以大部分金银沉入江中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现在我们找到一条可以下到江边去的小路 下去看一看 其实每当来到这种历史遗址 我的脑海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当年电视剧《三观演义》那首主题曲《历史的天空》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骨角争鸣 《历史遗址》 是啊,无论曾发生过多么惊心动魄的往事 一切终究会随着时间淡去 变得平静无波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区域 荒芜,萧条,寂静无声 如果不是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 谁能够想到在几百年前 这里曾有过那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那么彭山区江口镇境内水域 到底有多少张献中沉下的金银珠宝呢 视频开始曾提到 当时流传的神秘歌谣这样唱 石牛对石骨,金银万万物 谁认识得破,买进成都府 而《蜀难记史》中则记载 累亿万,载银百搜 实际上,由于关于江口沉吟的一些历史记载 都并非正式 所以对于这件事是否真实存在 具体地点在哪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史学界是对此存在争议的 然而在2005年和2011年 彭山当地在工程建设中发现了大量文物 其出水地点与文献记载张献中江口沉吟地点一致 出水文物中包括明科年号的金册 银钉及希望赏工金币、银币等 后来经过几次考古发掘 人们在江口沉吟一址 供发现数万件明代金银器 堪称世界级的考古大发现 据说当年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 大量金银器堆满河闯 我们普通人无法亲临现场 证实这一说法 但从网上发布的现场照片来看 确实让人惊叹 这些金银文物在深埋水底三百多年后 终于重见天日 证实了历史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输的故事 是三百多年前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而考古所发现的装有多个银钉的木鞘 更是进一步证实了张献中 曾经木鞘藏银的传说细节 看来民间口口相传的传说 部分还是具有可信度的 张献中江口成瘾 距禁不过三百多年 而那些年代更为久远 甚至是上古时代的传说 因为在岁月的长河中 遗落太多缺乏佐证 而被认为仅仅是传说的 其中又是否会有一些会是真实的呢 这让我想起当年一部电影 《指环网》开头的那句话 历史变成传说 传说变成神话 如果不是考古发现的证实 江口成瘾是否也一直只能存在于传说中呢 当我们沿着小路上去的时候 碰到两位阿姨 他们说 这就是一片水 有什么好看的 的确 如果你抱着游玩的心态来到这里 只能看到一片普通的水域 和破败的房子 大概会觉得失望 但如果你带着对历史的好奇与感怀来到这里 仅仅面对这一片水域 就可以脑补出很多东西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也是我的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许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 但我相信 这样的人绝不止我一个 这次来到江口镇 我们没有看到江口成瘾的文物 但是我了解到 这里的江口成瘾遗址博物馆 正在修建中 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我们就能够在这座新建的博物馆里 看到张献忠当年沉入水底的金银珠宝 我们就能够在这座新建的博物馆里 我们就能够在这座新建的博物馆里